古装电视剧里常常有这样的剧情 一个穿着官服的中年男人 站在窗前 眉头紧锁 似乎有什么大事要发生 空中突然传来一阵啪啪啪的声音 只见一只信哥飞来 落在了窗台上 中年人伸手抓住信哥 从腿上取下一个卷状的小纸条 中年人打开纸条看了看 面色一喜 哈哈哈哈的大笑三声 然后略意思考 来到桌前提笔战末 刷刷刷写了个新纸条 接着镜头切换 中年人捉着同一只信哥 将刚写的纸条绑到信哥腿上 然后猛往空中一抛 信哥啪啪啪的飞走了 中年人仰头 发出一阵阴谋得逞的浪笑声 每次看到类似的镜头 就觉得不可思议 信哥有这么好使 这是个什么原理呢 其实飞歌传书没那么神奇 中国在唐朝时期 就已经用信哥传递消息了 飞歌传书的原理 信哥能通过地球磁场 辨识方向 就像在脑袋里 装了一个导航系统一样 无论到哪里 都能找到回家的路 而且它特别炼价 不管你送出去 多远它都会飞回去 最主要是鸽则飞得快 在空中更是直线飞行 不绕弯 飞歌传书就是利用了 信哥的这三个技能 中国古代自唐朝时期开始 将士们远征都会带上几十支信哥 用来向朝廷传递战况 信哥的训练方式 第一种相对简单 就是先养熟他 再直接放飞几次 让其熟悉周围的环境 然后装聋 带到不同的地方放飞 让其自行归家 中国古代军队出征打仗 一般都会带上这种信哥 但这种信哥只能单线联系 要想得到回信 只能靠驿站和信使吧 第二种训练方式 是往返双线训练 即早上让信哥 在A点吃饭 然后快马加鞭 送到B点过夜 如此往返训练几次后 直接放飞 让其自行往返飞行 等信哥熟悉了路线 就能往返送信 双线联系了 但这种方式的缺点 就是距离较短 适合驿站之间传递信件 飞歌传输历史 在中国 飞歌传输最早出现在唐代的开源添宝仪式 这上面记录说 宰相张九龄家养了很多鸽子 亲友之间 经常用这些鸽子传递问候 唐代笔记 有洋杂组也有记载卷说 歌能飞行数千里 折放一只之家 以为平安性 说明此时已经有人 大规模饲养了信哥 现代人为什么不用飞歌传输 飞歌传输听上去 很有浪漫很有情调 但哪里比得上现代科技 现在通讯软体一开 分分钟就能听到对方的声音 看到对方的人 信哥哪有这么快 况且飞歌传输 还有很多弊端 比如他有天敌 他会生病 他有时候也会变不清方向 路上还有各种各样的干扰 随时都会挂掉 所以古代随军的信哥 比较多 传递一次消息 要放飞好多只 即便是这样 有时候也会出现全军覆没 没有一个送到的情况 真正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